字幕提供 嘿大家好我是Roka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我新組的這台PC電腦 那首先我們先幫它做個動工儀式 先把這個死掉 其實我還沒死 然後呢來開機一下 見證一下 線炮的感覺 這真的實在是 現在電腦真的實在是陷到一個不行 首先我配的是i7-11700K 8核心的CPU 我現在的CPU的盒子 變得好小一個喔 以前裡面都會內附風扇加散熱片 所以以前大概都會 高的大概至少三倍左右吧 這很久很久了 我上一台的主機 自己配的DIY的主機啦 應該是Code to Quad Code to Quad這個很久以前的四代了 就是不是i系列 就是i3 i5 i7都沒有 就是Code to Quad 應該比Code to 2在下一代而已 就是它應該是四核心 可以跑八個執行序這樣子 那現在這個的話 它是八個核心吧 然後可以跑16個執行序 其實我原本是想要買5900X 是AMD的版本 那個的話應該是可以有12核心 24線程 所以整個跑起來其實會差蠻多的 尤其好像是說實況的時候 如果你要開多個視窗啦 介面啦 加上遊戲等等的喔 如果越多核心的話 它的電腦的效能跑起來會越順 可是呢 我又觀察了蠻多實況主的 其實他們用的電腦主力 還是以Intel的CPU為主 那我就想說 那以穩定性來講 我最後還是挑了Intel的 不知道說大家為什麼會都挑這個比較多 可是我在FB上分享我買這台電腦 其實大家都還是比較認同現在的AMD 因為現在你只要打開來看喔 我這一格算K版的CPU喔 K版CPU勉強跟5900X 在某一些遊戲是跑起來差不多的 可能有一些贏有一些輸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般的IT版本啊 11代真的是被屌虐一番 所以真的差蠻多的 那這一格的話是12,900 其實真的有點貴 而且不然散熱器 散熱器還在自費 再來呢 我買的主機板是 華碩的Strice Z590A GAMING WIFI 哇 現在主機板 真的我也沒想到耶 這是我買的主機板的外盒 這主機板沒有說 就長得特別大還怎麼樣啊 一樣是ATX的啊 就ATX啦 然後它價格居然要9990 無法想像 不過這個主機板讓我比較意外的一點就是 它後面的這些配置啦 更進化了 像什麼USB 3.0這一定都有 然後還有一些很奇怪的接口 再來就是它有一個Wi-Fi 6 它有支援到Wi-Fi 6 這是它裡面接出來的小天線 Wi-Fi 6 Wi-Fi 6 之前直播用這個 順 完全都沒有 沒有上下起伏過 你看到OBS 完全不會起伏的 所以 我就配了這個 當然有的人可能說 晶片不需要用到這麼好啦 不過無所謂 然後現在的那個 我看它的那個板子裡面 附的那個貼紙 好多啊 超帥的 整個都是ROG的圖樣 非常的多 我給大家張貼紙 不過我一個都沒有貼 以前可能前面會貼一下那個晶片 有沒有 然後再貼一下那個Intel Pen10什麼東西的 貼在電腦前面 現在都不貼了 因為 它電腦已經很搶戲了 還要貼什麼 我搞不懂 本身電腦整個就是超級詳細了 因為你看風扇 主機板的這個 應該說顯卡風扇啦 主機板的風扇啦 然後電源供應器的風扇 水冷的風扇啦 主機殼的風扇啦 超級多的 連CPU上面那個裝的 就是它的水冷 那個也會 真的是 超級亮啊 再來是 我用的記憶體是美光的 DDR4 3200 16G的兩條 那這個多少 我覺得有人跟我講說 要用3200以上 超過3200的啦 不過我覺得 好像現在的主流 還是配3200 所以他們配這一條 我就用這一條 那美光的記憶體 我自己是沒有用過 第一次使用 沒關係 反正就是他們幫我配現貨油 我就用 好不好 再來是顯卡 是華碩的 TUF RTS 3070 這一個 那我買這個版本 比較特別一點 它這邊有寫一個 它是LHR的版本 所謂的LHR呢 就是 鎖算力的版本 這個鎖 是不知道有沒有辦法破解 就是關於挖礦那一塊的 因為3070其實它是一塊挖礦的CP值非常高的顯卡 你知道挖以太幣啦 有大部分的人會用3070來挖 它的CP值真的非常高 可是LHR呢 它就是把算力鎖起來 所以不會有那麼高的CP值 但是我覺得還是很怪 因為這塊顯示卡呢 我總共買了 21,490 21,490 21,490 這個東西 我不是說店價賣太貴啦 但是就是 它原本的報價 3070的報價是499美金 如果換上台幣 大概15,000塊左右 那如果說呢 你加上一些華碩 或微星 那一些其他家的技術等等 再稍微給你貴一點啦 16,000到18,000左右 應該是差不多的 那我買21,000多 其實是 比較高一點的價格 但是呢 因為它又被鎖算力了 所以 礦工正常來說應該也不會搶它 那 可能玩家會搶吧 因為玩家現在搶不到一半的顯卡 所以可能就會往這種 就是 其他可以買到的顯卡下手啦 那 價格真的就是會比較貴 這個就 市場波動 因為你市場需求多 然後貨工運不足 價格自然就會變高 蠻正常的 可以 但是 很痛 好痛 口袋痛 肚子痛 心痛 哪裡都痛 頭也痛 下個月要繳帳單 然後再來是我使用的這個 M.2 有人叫M.2 有人叫M.2 這個是三星的980M Pro 這個的話是1TB的 有人說用太好了 我覺得 讀寫可能蠻重要的吧 我發現它也是斬機國際耶 我一直以為說它是另外一間代理的 結果它也是斬機國際耶 哇 賺翻了 真的賺翻了 難怪它的股價會漲 然後 這個的話 我自己買一T 原因是因為 除了作業系統以外 可能如果之後有些常用的東西 像什麼Office 或者像什麼Foloshop 這些之類的 可能也會把它放在C槽 那遊戲的話 我可能會放D槽去 D槽我另外再加一顆 就是傳統式硬碟 那當然有人也是講說傳統式硬碟 其實沒有必要 因為它跑太慢了 但我還是有裝 因為CP值 我不知道耶 看起來還是不錯 我是用那個WD2T的 256M7200轉 藍標的 有人說藍標的不好 可能5400轉 但7200應該可以啦 我這個是7200的 不知道那用程度怎麼樣 基本上我以前早期在用的硬碟 從來沒有壞過鬼過的 像什麼Seagate 我用蠻多的 WD我也用過 我用過 就是早期的電腦到現在 真的很少硬碟掛掉 大部分都是主機板 主機板真的是比較容易爆掉的 那 用了這顆兩T的 所以應該OK 可以裝一些遊戲 遊戲主要就是 應該還是裝在傳統硬碟 然後 系統碟的話 就是放一些比較常用的東西 這樣子講也怪怪的 因為遊戲如果要玩 應該還是蠻常玩的 啊不管 反正就先這樣子配置 電源供應器的話呢 我是配了一顆海韻的 Focus GX 然後850W 80PLUS金牌的 全模組 這個有人有講說 用全焊的 會有個-5V什麼的 其實現在的那個電源供應器 有跟早期我在組成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像現在你們看這個 現在新的電腦 它整個真的都非常漂亮 這邊裡面怎麼好像還有塑膠 塑膠膜沒撕 它好像沒有撕裡面那片塑膠膜 我覺得好像 要撕一下 會比較漂亮 那重點就是 現在其實你們都看不到 什麼線在裡面 早期的電腦你們打開來 就算用那個束帶去收線 也是會有一些電腦 一束一束在裡面 那現在其實都沒有了 因為電源供應器 他們全部都是用全模組化 等於是說 你有顯卡幾張 幾顆硬碟 然後多少CPU主板 需要那個供電 它就是插那些模組上去就好 其他線的就都留起來就好 不需要特別把它插上去 所以在整理線的部分會比較乾淨 那通風應該也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現在的全模組看起來是比較棒 那80PLUS金牌這東西其實 蠻早期的應該就出來 就是供電會比較穩定一點 而且現在基本上 你大概能夠看得到的 大牌子的電源供應器 應該都有支援到才對 然後再來CPU風扇 CPU風扇是酷媽的 所以我看到的 ML360L V2 ARGB 不過我沒有看到ARGB 因為聽說ARGB不是會有那個 顯示 類似燈號 會有寫溫度那種嗎 還是我記錯了 然後有人說 酷媽的可能會有肉憶問題 但我不知道 早期其實我很喜歡用 酷媽的機殼 早期機殼真的實在是CP值很高 然後又不會長得怎麼樣 反正你就是去組店 很容易就是會問人家 酷媽的價格跟樣式 有哪一些可以挑 所以早期我覺得 在組裝 不管我自己組裝 或幫朋友組裝 真的都是直接去就問酷媽的 所以 酷媽這個品牌 在我的腦袋裡面 就是機殼會挑它 不過這次機殼呢 是店員蠻有挑的 所以不是酷媽的 是君主的 這個是叫做 ARX 強化玻璃ARGB版的 黑色的 那機殼的話是 1867 那剛才的那個 CPU的那個 散熱模組的話 是沒講到 它是2990 其實 以前買CPU裡面就配了 不過現在沒辦法 CPU都太熱了 所以基本上都用水冷 不過水冷也好啦 因為其實 風扇的噪音 一直以來都是電腦 算是一個 蠻大的噪音來源 所以 如果能夠更有效降低 它的溫度的話 它的風扇就不會轉那麼快 噪音就不會那麼大 機殼的話 我覺得好不好看 就見仁見智 但總而言之 現在的燈那麼多 其實也很難不好看 然後再來就是 通風的問題 那現在裡面其實風扇還蠻多的 加上是ATX的 算是大版吧 所以這樣子的話 接起來應該是會 比較容易通風 裡面上有蠻多位置可以通風 然後做一些對流之類的 再來就是Windows 10的 一個64位元隨機版 這個就 4000塊找10塊 算蠻便宜的 差不多就這樣啦 總計呢我是花了 69900塊 剛剛好 這個找100塊錢給我喝杯飲料 吃個飯 那這一台呢 基本上就組這樣子 目前為止呢 只有前幾天 有一天有做直播 還OK 但現在呢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做改造的 因為 像記憶體的話 好像有人會幫它用散熱片 對不對 我現在看了它的記憶體 是沒有裝散熱片的 然後再來就是 水冷的部分 有人跟我講酷嗎 這個問題 我有在想 如果之後啊 可能用個 三個月半年 一年左右 我可能就會幫它做更換 因為它好像說保固是一年 就算它露出來 因為它是前面 所以說露出來 應該不會動到主機的東西 那就算露出來的話 它也會陪你 就是全機保固這樣 但我覺得保固盡量不要 因為資料在裡面 而且我也懶得在那邊換來換去 所以 我可能會幫它做更新 至於好不好更新 或者是有沒有可以服務的 這個到時候我就會問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螢幕的部分 螢幕的部分 我其實還很糾結 到底是一般 1080的 尺寸大一點CP值夠就好 然後重視那個 更新率啦 還有它的反應時間等等 那再來就是 2K 還有4K 4K真的是有點透 還有那種 32比9那種超寬的 直接就雙螢幕 可以放在上面 切個畫面 那我現在就要先接電視 然後再接上 這一組其實我之前有開箱過啦 應該是這個才對 這一組方向盤 這個是 我自己認定 是屬於比較兒童使用的 因為早期我有開過 圖馬斯特的TGT方向盤 然後有玩過 G...G...G...G23嗎 忘記了 邏輯的 然後這次我朋友還說 他要再提供一個 G923給我玩玩看 因為呢 他說那個是 就是舊的那個邏輯的進化版 所以可以玩玩看 XA在哪裡 那圖馬斯特其實 真的還不錯 不過我覺得 那一種不適合小朋友玩 因為他的力回饋力道很強 那如果說真的你握住喔 被扭一下 你的手斷掉怎麼樣 太可怕 因為我之前啊 就是有用一個賽車架 然後把那方向盤架著 我記得那時候 我是要去撿東西而已 手就握著方向盤 結果賽車好像被人家A到 然後就扭了一下 那扭一下 直接從我下巴打下去喔 我整個嚇一跳 而且那下巴 被打一下的感覺是 當下好像歪了大概兩天 那種感覺 所以很可怕 要真的玩起來要很注意 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這個開箱簡單的 電腦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了 那如果說你們自己 組裝的電腦 有什麼樣的菜單喔 或者說 這個還有什麼可以更換的建議啦 包含螢幕的建議等等喔 也都歡迎來分享給我 還有包括Steam的遊戲 有一些 可能Switch的一些小遊戲 我可能就不會買他的實體版了 因為其實 收藏價值也沒有那麼高啦 玩起來喔 可能Steam版會有更好的體驗 然後更便宜的價格 可以的話 我就會再買來 分享給大家 玩給大家看啦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也記得 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Voka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